一年还前年情节吧 我们俩去了酒吧 把那很多鲜花送给他 我朋友过来了 我说你顺便跟我们一起玩吧 然后因为酒吧很吵了 然后他老婆问了一句话 他说你车位在了什么地方呢 因为酒吧很吵了嘛 你到我比较近 他二话没说 一个酒杯水全部泼在我身上 不到十秒钟 突然一个酒瓶子到我头上 我现在头上还有印子 那么大火啊 那个时候就是我也是 我以为是他 这个女孩介绍给他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 他们就是在一起的 这是一个误会 对 我老师能听到你的道歉吗 我还能听清楚吗 我还能理解你的道歉吗 我还能原谅你的道歉吗 我根本不会原谅你的道歉 不过这个事说句实话 他不是轻易就砸你的 显然你做了不少事 在那一瞬间他总爆发了 也别老是那么无辜 我问一句啊 你们俩是怎么好上的呀 我当时在重新接了一个 主办了一个马戏 他在团里跳舞 然后我当时在做执行这一块 留着电话联系方式 还有扣扣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开始联系 然后感觉女孩子挺漂亮的 然后就想慢慢走进她生活 然后慢慢的开始交往了 所以难怪他害怕了 你现在做的还是这些事吗 难怪他看你的这个微信里面 什么亲爱的宝贝 他会多想 也哄了我们就很 他很变了知道吗 以前就是没那个班级婚事 我们过得起床 我肯定哄了也开始 我们哄了你怎么跟我结婚呢 他就是他想当我一个保姆 知道吗 他要洗衣服做饭的孩子 就一直在家 就是你现在是不是觉得 还不像以前那么宠你了 对啊 他随便想出去就随便出去 我还怎么宠你 你不会做饭 我都不在乎 你不在乎我不会做饭 对啊 我之前不在乎 你让我学 我现在 我现在每天 你听我说完好不好 你能不能尊重我 我爸爸来我们家做饭 你看我爸爸怎么学 我说我不想你爸爸学 我想跟你爸爸做 我想跟你怎么做 我想学 知道吗 因为我不是跟你爸爸结婚了 我相信每一个男人 都想回家之后 有个好的饭 我回家什么都没有 一个月吧 我们家可能只做两次饭 一点不夸张 两次 你听我说完吗 两次吗 然后每天我吃的是 决定吗 两次 每天我吃的是重庆的小面 每天吃面 早上起来是什么 饺子 你说这样的家庭 我还有多少信息 想回到家 我问你 我必须给你做饭吃 你对我这样 我还给你做饭吃 你要说谢谢 我给你洗衣 衣服知道吗 你要谢谢 我带你的孩子 知道吗 你为什么这么想了 你能不能想 如果你做了很好的饭 让我每天回家 吃饭 每天去陪你 你为什么不从这个 这个出来 你不想了 如果你用时间陪我 你觉得吗 我不会给你做饭吗 我现在是因为我家 感觉我家的温暖 所以我不想回家 我不想这样 那你不回家吧 他管孩子吗 他不管 有一天 我打电话给他 他在玩 跟他朋友 我说那我今天 不好意思 他回来 我都没有给他开门 然后十二天多晚上 孩子发烧了 我把我的孩子去医院 然后发了给他 就是照片 问题都感觉多少度 他说 你自己来 就是他没有时间 知道吗 然后我才一员 差不多三天多 他来了 但是都喝多了 确实这个事 我想解释一下 当时我们吵完架 是第二天的 所以我感觉 他在开玩笑 所以我开始 并没在乎太多 后来我才真正的知道 孩子确实发烧了 出院了 我也马上就过来了 我没照顾孩子 你过来了 三个小时 好不好 你一直发给我 什么 你一直发 就是我可能 有一个女人知道 所以你自己的 你慢慢的 你会 因为你在生活中 表示你很强势 所以说你是很优秀的女人 你完全可以 照顾自己的孩子 所以我相信 你是个很好的女人 我才会这样去说的 对不对 如果你是很娇小的女孩子 我相信 孩子还有爸爸 你知道吗 孩子还有爸爸 最主要的问题是 我还是过去 照顾我的孩子的 能听懂了吗 我就过去了 只是我喝多点酒而已 但是我心里还是去了 听明白了 女生说了 你不管你的孩子 男生说了 我认为你是一个 很强的女人 你可以管好 你的孩子 他们都没用 我们这个词 两个人的婚姻生活 确实在亮红灯 女生你告诉我 在你现在的婚姻里面 你最不满意 你丈夫的是什么 就是有些 我去小时买东西 知道吗 我一个人 还带孩子去 我看别人 怎么过去 他们都是过去夫妻 就是一家人 你一直知道吗 我拿这么多东西 而且如果孩子 都是妈妈不累 知道吗 我肯定要抱他 然后拿这么多东西 我觉得真的 我看别人 就是都这么去 我都想哭 我觉得 为什么我老公没时间 就是还有我朋友 知道吗 很多朋友还没见过他 朋友说了 你是为什么还不介绍 给我老公 你到底 记不记忽了你 你孩子都有 爸爸 那孩子 爸爸在那里 知道吗 你希望的是他能多陪你和孩子 对 我是一个农村家人出来的 我的压力很大 我走到现在 走到今天 其实我真的很不容易 我真的很累 所以说我不想把这个累 带给他 如果宁愿我把我的累 发泄到我朋友身上 或发泄到酒精身上 我不想给他 你说工作很忙 那有以前 我们一起打电话 来到办公室 结果呢 他才带有戏 你不工作 你就带有戏 知道吗 我累了 我想放松一下 只是很巧合 被你碰见而已 所以你不要把这个小事 在这里去 说得很多很多 很复杂的 你知道吗 我什么都为我家人着想 而你是偏偏地很自私 我要对你好 我要怎么对你好了 我要对你多好 你对我哪里好 你自己知道 我问个问题吧 你还想跟这男人过日子吗 还想吗 但是我不想到这个工作 他知道我不喜欢 你可以还一个工作 我们以前 差不多一个星期两三次 我们就三个人 我们去逛一小街 被孩子去玩 现在都没有 现在必须我一个人 我理解了 你不想离开这个男人 对吗 我不想 因为我结婚了 我为了是一辈子的生活更大 不是就紧接结婚 明天离婚 知道吗 其实你有时候找找自身的原因 好不好 比如说我很晚回家 我都不想回家 因为我回家就跟他吵架 很烦 如果你很好旅人 可能每天回家 我不会跟你吵 我会更多事情陪你 我也愿意陪你 但是我们现在见面就是吵 我干嘛还要不回家呢 其实也没那么忙 有时候是刻意躲在外面 不回家 是这意思吧 对 每次吵架 我跟他解释 他不听 他不理我 因为我不想 就是跟我们吵架 很严重你知道吗 我就不想吵 我就不想 我希望我们俩有问题当中 我们需要去沟通 你都没有过多 你心里都很大 跟我说 你不理我肯定是一大呀 你现在如果咱不听 我还是会听很大的跟你说话 生活里动手吗 动 谁动谁 他现在动我 你还手吗 我肯定还呀 必须还 你还想跟他过吗 我很想跟他过 我只想让他变一点 多理解我一点 以前我三四天都回家 他一点一句话都不说 后来每天我回去 两三点回去都要说我 对啊 关系变了 从恋人到了夫妻了 以前一点 责任也不一样了 对吧 所以应该怎么办 我倒真建议你们俩 好好听听 三位老师的意见和建议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我在多个男嘉宾几句 因为你老说你很忙 一个星期 你平均每天 几点回家 两三点 就是每天都是两三点 才回家 对 每天 那你每天在外面 都是KTV陪别人吗 有时候打麻将 有时候去KTV 有时候去酒吧 周末也是这样过吗 周末跟朋友出去踢足球 踢完足球又要聚会 又要吃饭 然后又是很晚回家 你们孩子今年几岁啊 两岁多 在你们领结婚证之前 你会怎么来陪孩子 以前我会带孩子 经常去广场 去动物园 给他经常带我去玩 现在就再也不会有了 也不是没有 我们两枚 吃吵架之后 他会经常 拉孩子出来压 说我不怎么管孩子 怎么样怎么样 就说说我是个没用的男人 经常说这样的话 我如果真的没用的话 我们有今天的生活吗 但是说实话 我觉得你特别不懂得关心人 就那种说话 没关系 我就是这样的人 随便你愿意接受 我反正就这样 我觉得我自己一点都没有 那就是这样子 如果这段婚姻 您还想要的话 我觉得您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真正的 把你的那些脾气收敛一下 先做起当父亲的责任来 也许你现在没有办法 做一个很好的丈夫 但是你先做好一个好的爸爸 男人对家庭的责任 不是给钱 而是真的对这家付出关心 那同样对于女孩来讲 也是一样的 我知道你有很多委屈 但是你的脾气 实在也太大了一点了 你再生气 也不能用酒瓶子去砸人头 这个动作实在是太有失 这么可爱女性的风范了 如果你能够慢慢去收敛一些 你的急脾气的话 慢慢去跟她沟通的话 可能会好一点 另外还有一个 我特别理解 她说的有一句话 如果在家里你能够把饭做好了 家里边暖暖的 舒舒服服的 她肯定也愿意回来 所以好好的你们去商量一下 哪些地方是需要调整的 好好的听对方在讲什么 千万不能着急 兄弟 你还爱她吗 爱 爱孩子吗 都爱 为什么会有今天这个地方 她因素 有 你是最大 想想当时你对她的付出是怎么样 想想她为你做了些什么 她是一个外国人 来到异国他乡 因为你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做一个全职态度 让一个卖国人 在孩子生病焦急的时候 没有得到老公的支持 自己送到医院里 你这点做的对吗 前天中午 我老婆突然给我打电话 说孩子一个鱼刺 开始嗓子了 着急啊 说赶紧回来 我从公司回来 回来没进家 就没吃饭 没进家 带着她 我老婆跟我一起 然后去跑了两个医院 每一次你知道有一细节 你知道吗 车停到医院门口的时候 我老婆说 我停车 你去带孩子 去看病 因为她怕那种承担那种 有可能出现的问题 她说我去停车 在那个时刻 男人必须站出来 因为你是这个家的支柱 必须 而你呢 你做了什么 你什么都没有做 她打一步惭说 我不到了吗 我不就晚点到吗 但是恰恰就晚点到 你做的就太失败 在这种时刻 任何家里出现问题的时刻 男人应该必须挡在前面 因为你是支柱 懂吗 不仅仅是你的钱哦 就是那种陪伴 那种感觉 你做到了 你就是一个好男人 你做到这一点 我保管这个女人 会对你百般的好 这个女人 她一心思坐在你这 而且基于上次 她那个举动 也一定是你 点点滴滴的 暧昧的那些表现 激发出来的 如果你之前 什么都没有 她不可能一个瓶子砸过去 不可能 对吗 对 所以啊 既然我们是男人 既然我们做错了 改 就是一个成功的男人 你得到这个家庭 一定会辅助你的事业 会更加的顺畅 好吗 OK 谢谢 谢谢 男人说 他打我 我当然要还手 男人说 我跟他亲嘴 只不过是因为我喝了酒 我不清醒 男人说 孩子病了 我不是来了吗 我不过是喝了酒 耽误了一点 但至少我来了呀 男人还说 我要怎么对你好 我把你捧在手心 当个仙女一样吗 难道不应该吗 娶来的老婆就应该疼 所以说从男人种种的言语 都让我感觉不到 你把这个家 视作是自己的家 把她当作是自己的女人 把孩子当作是自己的孩子 坦率的来说 我觉得你的业余生活 比我们的都丰富 踢足球啊 晚上喝酒啊 去酒吧啊 如果一个男人真的工作 有这么忙 应该百番的抽空回家陪牢 更别说他还是个外乡 不远千里之外 叫到中国来 去经受这不同的地方 风俗为的是什么 就是因为在这儿有份爱情 所以才太跨越了这么多 找这儿来 但是看着你那种傲慢的样子 和那种置身事外的 理直气 是什么样子 是什么样子 可不可以 是什么样子